在半决赛中,克罗蒂亚惨遭阿根廷3比0 0封 而摩迪也即将结束了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赛后克罗蒂亚众人都对阿根廷的点球发出了质疑 克罗蒂亚主帅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我祝贺阿根廷队获得了胜利 我认为我们前30分钟控制住了比赛 但我们还是不够好 我们丢了一个很有争议的球 梅西踢进那球后,让比赛的走向完全变了 首先缴球没有判法 随后裁判却给了点球 阿尔瓦雷斯撞到了我们的门将 我不知道还想让我们的门将干什么 让他躲起来吗 这是新规定 我不想说了 而克罗蒂亚中场克瓦契奇则表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从来不评论裁判和裁判的判法 但是两个判法决定了这场比赛的一切 我不敢相信我们没有得到脚球 还有那个点球 我们丢了两个荒唐的球 这导致我们输了比赛 克罗蒂亚中场马依尔也觉得 这球很有争议 他表示 评论和抱怨都是愚蠢的 我没有处理好这种情况 但我认为这应该是脚球 而不是一个点球 不过阿根廷当之无愧地赢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此这球的争议大家怎么看呢 关注我 每天为您带来足球最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